拿起油槍 轴而加满 数字不断的往上跳 荷包也是越破越大洞 这一张小朋友就直接飞走了 一定有感的啊 但是就你还是要加上班就是这样子 一个月 之前差不多还不到两万 现在应该两万多了 我其实没有精算 但是就是好像觉得钱变薄了 现在连加个油也是越来越贵 只有五千汽油 每公升也要32.6元 而且预估下周还会再涨 国内油价连巴掌 已经创下16个月新高 全球通膨阴霾回之不去 美国升息阴逢阵正正 再加上终端需求疲弱 制造业库存调整缓慢 黑天鹅盘旋都拖累 台湾经济成长的动能 前年经济成长率是1.6% 较5月的预测是2.04% 下修了0.43个百分点 预测明年也就是113年 经济成长率是3.3% 今年GDP成长率保二无望 不知官方看衰 央行先前预估也从原本的 百分之2.2下修到百分之1.72 台经院中经院等智库 则全面将预估值下修到百分之1.6 但是国发会主委公民心信心喊话 即使GDP下修 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中 经济还是排名前段班 至少会赢新加坡南韩 世界都在不好 大陆的GDP成长有算是好的 台湾GDP成长虽然没有恶 也能够接近的也比美国好 出口低迷第三季还看不到底 现在第四季变成决战的关键时间点 如今保二破功 可不能连保一都无望 欢迎新闻宋军 求此临台北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